青岛近期爆发 新增中共病毒确诊病例后 广州市也新增确诊病例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帐度假村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被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 该度假村范围及周边村镇 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当局内忧外患之际 习近平南下广东 格外引起各界关注 正当各界期待习近平 15日在广东其他行程时 突然传出他已打到回京 官媒新华社也于15号中午突发刊文 为习的广东之行做总结 习这次南下行踪神秘 14日发表讲话时 语气十分缓和不断咳嗽 外界揣测习是否因为身体不适 短短3日就提前结束南巡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出口管制限制 几乎切断了华为的5G网络建设 就目前而言 中国5G仍存在诸多问题 近日华为常务董事 营运商BG总裁丁云承认 大陆5G网速不足韩国的一半 而且存在假雅差的情况 截至10月15日 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 已遭当局积压1000天 目前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令家属担忧 近日余文生妻子许燕 与美国和欧盟等六国人权官员会面 反映了余文生当前状况 以寻求国际声援 新唐人也来电视整理报道